只找到那個上半年度的這個資料的話 當然有幾種方法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已經資料都匯入進來的話 當然各位可以利用一個功能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還是一樣把那個ECL當資料庫用 那只是資料庫裡面會有像 一些查詢的語言 不過那個查詢語言對各位來說如果太複雜 你如果不用SEQL語言的話 那其實有個簡單的查詢語言就是 其實也不能叫查詢語言 它已經幫你把它變成資料裡面的篩選功能 所以記得你可以找到一個功能 資料裡面的篩選 這個篩選功能非常的重要 其實它等同就是 把ECL當成 資料庫來做查詢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首先 第一個 你一定要優標先放在 第一列的任何 比如放A1 按下篩選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最大的差異就是 它的第一列上方 會出現有個箭頭 那這個箭頭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撈某一欄的資料 那你可以點選它 它可以讓你去做 進一步的查詢 那這個查詢部分的話 如果它這個裡面放的資料是日期的話 你會發現它顯示出來會是日期篩選 OK 跟那個樞紐分析表那個還蠻像的 如果裡面是放的是文字的話 這邊會是文字篩選 OK 如果今天裡面的放的是數字的話 這邊會是數字篩選 也就是說它會針對 不同的那個資料 的資料形態 它會給不同的篩選方法 那我們今天其實 不用那麼複雜 我今天只是說 我要把2010年的 上半年度的資料 留下來 其他不要的話 那第一個 我直接怎麼樣 點選 出貨日期 找到那個篩選日期裡面 那它會有一堆的篩選方法 因為我要的是 2010的1月1號到 2010的6月30號 好 這個當然你會發現它一堆跟你選 不過哪一個 應該會比較簡單一些的 或者比較應該可以找到我們要的東西 應該是什麼 介語好像比較簡單 OK所以你就點介語好了 那介語之後它會有一個視窗讓你選 請問一下你要 之後 或等於 所以是 應該這個地方的話 是應該是要大於等於哪個日期 OK 然後呢 之前或等於 那小於等於哪個 當然你可以自己 填啦 或者是說你旁邊有個選擇器 可以用選的 或者自己打一下 比如說這邊是 2010 所以2010的 斜線 然後呢 1月1號 所以我這邊的話就輸入那個 這個 2010 然後斜線 1月1號 到 之前 2010的 6月 30 OK 這樣的話按確定 他就會幫我把 這個 還包含這一天 到這個包含這一天 的日期 全部篩出來 OK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不會有其他的 日期出現 那只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這個 最後的結果 日期的 這一些資料呢 把它存起來 因為 篩選部分呢 他只是篩出來 但如果你要把這些資料 另外獨立出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你可能需要什麼 先把這個範圍 Ctrl-Shift向右 向下 做什麼呢 複製 意思是說這些我要 但是 他很抱歉他不會很聰明的幫你把找到東西 獨立放在一個地方 你必須要自己把它找個地方放 所以呢 你就現在再先增加一個工作表 那工作表的話呢 可能就是 2010 好了 上半年之類的 給他一個工作版名稱 然後名稱的話 上 半年 好了OK 類似像這樣 上半年 Enter一下 我們就把剛剛的東西 因為剛剛已經 Ctrl-Shift向右向下 Ctrl-C 所以這裡的話呢 Ctrl-V貼上 貼上之後 欄框好像不OK 所以選取他 一樣 在任何的一個 線條上點兩下 自動調整欄框一下 那我們就已經把 2010年上半年度的資料 準備好了 我看一下 應該理論上 Ctrl-Shift向下 總共會有56 應該是55筆資料 OK 所以其實沒有 那麼多資料 我們大概 2010的上半年度 只有55筆資料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統計的話 OK 那可能就只能用這個來統 你不能用 全部的資料 這個是方法一 用篩選的方法幫你查到資料 這招其實還蠻 簡單的啦 我蠻推薦用這個方法 因為 這個方法的話可以避開 資料庫的那些困難的點 所以以後的話你可以 如果資料庫你可以先把它撈到Excel 然後用篩選查資料 查資料我剛剛講過 其實這裡面 你如果說查完之後把它恢復好了 篩選就恢復 裡面當然除了日期之外 你可以再去查 文字啦 或者是數字 這些都可以查 那這個等同就是在資料庫裡面做動作 那這個是方法一 那方法二的話 你可以利用我剛剛講的那個 資料裡面的其他來源 這邊有個叫Microsoft Query 不過我覺得 這個工具 比起剛剛的方法 好像又稍微 複雜困難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其他倒還好啦 反正就是 他會問你幾個問題 精靈嘛 你就是下一步下一步 給他對的答案 他就會幫你把你要的資料丟給你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上半年度的這個部分 先做出來 總共大概56筆資料吧 從那個剛剛匯錄的資料裡面 再篩出 2010的上半年度資料 待會我們再來看就是 如果我用什麼 用Microsoft Query 怎麼樣 去把資料查 查回 不過這個 可能查的對象是 查資料庫 所以你會發現他這邊有很多種選 選舉方法 你可以是新的來源 或者是那個 這個SSDatabase 不過SSDatabase你可能要瀏覽一下 跟他講說你那個 你那個資料庫放在哪裡 請各位先 把那個篩選部分先完成 待會再來看這個 第二種方法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